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萨拉 以萨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弥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还有少数名额 七月份报名截止 请抓紧时间报名哦 吉右派是什么呢 到底什么是吉右派呢 或是右派极端主义呢 很多人说我们是右派 因为我们支持圣经的价值观 其实我们只是支持神创造出来的律法跟常识而已 不过左派对于右派又有一个新的定义了 现在是你会发现很多的人突然不符合吉右派的定义了 今天好好来讨论一下 在美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 就是只要民主党掌权就一定会有邪恶的事情发生 然后呢跟这些邪恶事情相关的人全部都会被关监狱 自杀或是无缘无故的消失 柯林顿家族就有最好的例子 Mark Middleton这个人 他的死法是被吊在一棵树上 用着散弹枪打到肚子而死 之后在尸体的30 feet OK 30 feet 9公尺的地方的草丛内 找到了散弹枪 然后呢 这个人被法医跟执法人员鉴定 是自杀的 OK 他被绑在树上用散弹枪打 这样算是自杀 不知道怎么杀的 拜登家族也是一样 所有跟Joe Biden有关的人全部都消失 现在突然有一位污点证人出来了 Whistleblower 根据他的说法 他是从死里复活 出来指控拜登家族 他的说法是什么 今天好好的来讨论一下 他的未来会怎样 值得我们继续看下去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不要把你辛苦赚的钱送给赫林的公司 他们恨你的小孩 恨你的家庭 恨你的信仰 恨你的价值观的公司 请拿你的钱来支持我们这个 传达正确价值观的频道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正在改变 年轻人正在对于左派的掌控的世界产生反感 现在就是我们要来带领这些年轻人的时刻 告诉他们圣经的价值观跟世界观 神的大能 圣灵的感动 耶稣的慈爱 全部都写在圣经的律法当中 请一起来支持我们AI News的事工 让更多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 观转这个时代归向耶稣 加入我们会员之后 就可以参加到我们Discord的聊天室 里面100%都是跟你一样志同道合的人 不只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群组 会在我们的Discord聊天室里面 你想要homeschool你的孩子吗 homeschool的资源要从哪里来呢 我们请了两位母亲 就是之前上节目的Sunny跟Lili 两位homeschool达人 一起来帮助你 找回你跟你孩子 夺回你孩子的教育权 一起观转这个时代 请帮我们按赞 留言 分享这个影片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一点一滴的翻转这个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建立基督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最新的消息来自MSNBC 又发现了一个最新的极右派行为 这个最新的极右派行为呢就是 是运动 健身 Working out at the gym OK MSNBC发推文说 极右派对于健身的热忱正在转到线上 OK这些自由派的人过去这几年告诉我们很多极右派 白人至上新纳粹主义的极端行为 这些行为呢包括 努力工作 对 如果你是为了你的人生努力 如果你的目标是要赚钱 买房子 有家庭 养小孩 你就是个极端的右派分子 在一个白人至上的基督教的体系下被洗脑的受害者 不只是这个样子 极右派还包括守时 对的 如果你现在 如果你对你自己的时间很重视 你尊重别人的时间 你觉得准时 守时是个美德 你上班不迟到 下班不早退 认为说守时是人跟人彼此之间最基本的尊重的话 这代表你不宽容 一板一眼 同时也代表你是个极端的右派分子 还有一个就是 说英文 OK 是的 英文代表着 压迫者代表着大英帝国时期的殖民地的压迫者 代表着种族歧视代表着权威的压迫 英文是这个世界压迫者的语言 报道上面说有很多的国家活在这个说英文的阴影下 甚至有很多国家他们说英文的比例 比说自己原本的语言的比例更平凡 像什么新加坡啊 马来西亚 哎呀 他们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文化 而是在这个殖民时期的权威下洗脑的成果 OK 仔细想一想 真的是这个样子 OK 我自从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工作更努力 活着更有目标 OK 对于家庭更负责 我本来就很守时 我基本上跟别人约的时间都会提早15分钟到 如果不行的话 我也会很准时的到达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 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 说英文的话 好像就是我妈带着我们全家来美国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会说英文吧 对不对 但是这个最新的这个健身这件事 就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我还不能算是极右派 我每天有在努力的运动 每天早上起来读圣经 然后做出福利挺身 仰卧起坐 为了要可以轻松的穿上我的防弹衣 跟拿我的枪 但是很明显 你看我还不够右派 很明显我不是他们在说这个 危险的极端右派分子人士 因为如果说运动跟健身代表右派的话 baby I'm just a regular Joe Biden OK 骑脚踏车都会跌倒 上楼梯都会摔倒的左派而已 我们看到很多这个 奇怪的东西从左派这边出现 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分类 为什么连运动 健身都要被说成是极端右派主义 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正在宣战 他们跟所有正常的事情宣战 如果你认为刚刚那几个文章 都根本就是在胡扯 你就等着看 更夸张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他们一直以来攻击的目标都是正常的人 正常的生活模式 正常的文化 因为左派要攻击的就是公义跟正义 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正义 就是写在耶利米苏上面的这个 耶利米苏46章28节 我的仆人雅各啊 你们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我要消灭我赶足你去的列国 却不消灭你 我要按着公正惩治你 绝不免你受罚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公义是什么 公义就是把属于对待那个人的方式 对待那个人 信仰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为什么要敬拜 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 是因为神中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敬拜的 公义就是把这个样子的概念 延伸到所有人的身上 如果人做错了就是应该被惩罚 如果人做对了就是应该被鼓励 那左派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扭曲所有公义的定义 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压那些值得的人 来夺取他们的财产 来给那些不值得的人 他们不在乎信仰 不在乎道德 不在乎真正的东西 不在乎公义 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跟 个人受害者主义做一个连结 他们试图满足的不是一个更高的智慧的公义 而是自己的私欲跟欲望 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告诉你说 你不用运动 你只要一直吃 吃的肥肥的变丑 就代表你得自由了 你就不被右派的信仰捆绑了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要攻击美丽的事物 他们在攻击事实 他们攻击良善 他们最主要攻击的目标就是公义跟正义 我会这样说 并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是个一板一眼 然后很严格的人 然后不包容的人 虽然有很多人说我是这个样子的人 但是其实我不是 我会这样说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客观事实 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的 有根本的这个道德观跟价值观 这个世界是有分好跟坏的 他们相信的是情人眼里出席时 Beauty i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他们认为说这个世界的美丽 没有所谓的客观事实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 我决定 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 什么都是我 那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中心的时候 就跟那个五月天的那个倔强的歌词一样 我就是我自己的神 在我活的地方 这样一个想法在人的心中的时候 那就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说 你太胖了吧 你该去运动哦 因为这个样子就是要用一个外来的压力 去逼迫别人去接纳 就是好像你真的太胖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 拒绝相信事实的一个社会 更是一个推翻事实的文化 其中一个事实他们也想要推翻 就是Joe Biden跟他整个家族的犯罪 我们都知道 拜登家族跟克林顿家族一样 跟他们扯上关系的人 要不然就是现在在监狱里不敢说话 要不然就是从现在人间蒸发 完全消失了 The 9 of the 10 people that we've identified that have very good knowledge with respect to Biden they're one of three things Maria they're either currently in court they're currently in jail or they're currently missing 然后就在这个时刻 其中一个完全消失的人突然出现了 而且直接指向拜登家族 跟美国的司法部 指出司法部刻意的针对他 来保护Joe Biden 而且说他有所有的证据可以证明 Joe Biden跟他整个家族有多么腐败 而且他现在有十足的证据 现在在美国的政府 真的是感觉像台湾的八点党一样夸张 OK 一个秘密证人出来指控总统 简直就是在在 左派在川普政府的时候 最希望发生的事情 结果他们找的证人 全部都被打脸 但是对于Joe Biden 跟他一整个家族的指控 证词证人证据一直不断的在增加 我们来看一下New York Post的报道 失踪人口 拜登腐败诉讼案的证人 Dr.Gal Waft 在一个影片中 详细的指控总统家族的做行 I insisted that the meeting take place in March because at the time there were rumors that Joe Biden was planning to run for president I saw it as my civic duty to alert the government beforehand and give it enough time to probe the issue I want to be clear I'm not a Republican I'm not a Democrat I have no political motive or agenda I did it out of deep concern That if the Bidens were to come to power The country would be facing The same traumatic Russia collusion scandal Only this time with China Sadly Because of the DOJ's cover-up This is exactly what happened The DOJ sent to Brussels A delegation of six people Two prosecutors from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By the names of Daniel Reichenthal And Catherine Ghosh And four FBI agents One of them was Special Agent Joshua Wilson From the Baltimore Field Office Which also happens to cover the state of Delaware Now you want to ask yourself Why did the government dispatch to Europe So many people Why six Why not two The answer is that they knew very well That I'm a credible witness And that I have insider knowledge About the group And the individuals That enriched the Biden family Over an intensive two-day meeting I shared my information About the Biden family's financial transactions With CFC Including specific dollar figures I also provided the name of Rob Walker Who later became known as Hunter Biden's Bagman Yet as we now know today from the whistleblower testimony But perhaps the most alarming information I revealed Was of a mole within the DOJ Who shared classified information with Hunter Biden And his Chinese partners I told the DOJ that Hunter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a very senior retired FBI official Who had distinct physical characteristic He had one eye One of the FBI agents at the time Even told me You know that would be very easy for us to find There aren't that many one-eyed people in the bureau The information I provided the FBI in March of 2019 Was fully corroborated nine months later When the famous laptop belonging to Hunter Biden Which contained all the emails and receipts Was handed to the FBI And guess who seized the laptop from the computer repair shop It was special agent Joshua Wilson Who was with me in Brussels earlier In other words the FBI knew about From me About the Biden CFC deals Before they got hold of the laptop Way before They had enough time to investigate the issue But they didn't After Brussels I never heard back from the DOJ But instead of showing appreciation for my whistleblowing I became public enemy number one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that followed Me My family My friends My associates We were all harassed Intimidated And finally I was prosecuted The doctor Goloff 不是一個普通人 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 而且人脈很廣 是一個非常知道內幕的一個證人 因為他之前是有跟拜登家族在打交道的 以下是Newsmax 針對這個人的報道 Tell us about this man The post describes him as Well connected in intelligence circles in Washington D.C. Where he ran a think tank The Institute for the Analysis of Global Security With former CIA director James Woolsey And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Robert McFarlane As advisers That's who this man is He's not just some weird guy that popped up out of nowhere No, he's very credible And the people on MSNBC who made fun of me When I said we had an informant that was missing They should feel like fools right now And this is their worst nightmare Because Again This is a credible witness That The FBI flew all the way to Brussels to interview And sent several agents to interview This is someone that knew about CEFC in detail Long before the laptop ever became public So we feel that this is a very credible witness We feel that this is someone that we need to take To talk to in our investigation Someone we will communicate with in our investigation We're gonna request the notes From the FBI meeting From the FBI That is forthcoming We wanna know Why the FBI has never made public This interview And look Rob This is a crime 這個證人開始把所有 對於拜登家族的腐敗行為的疑點 做了一系列的連結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報導的內容 在這個會議中 Goloff的關於這個前副總統的證詞 被FBI檢視了21個月之後 才找到另外一個人 拜登家族的另外一個關係人 Rob Walker 這個消息是來自最近的這個國會的證詞 Goloff在布魯塞爾這個會議當中 Loff說明了 CEFC 就是中國華信能源公司 每個月付10萬美金給Hunter Biden 以及65000美金給他的叔叔 Jim Biden 就是Joe Biden的弟弟 然後他們來使用拜登的名字 在FBI的關係中 把這個中國的一帶一路的計畫 推廣到全世界 而且這些錢就是用Walker的名義 來換款的 來匯款的 調查小組的記錄寫下 Walker需要回答他把這個來自中國 超過100萬的美金分別分給了3個 拜登總統家族的成員是為了什麼 以及Walker在這個所有的商業活動當中 扮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 他同時也告訴FBI跟司法部 Hunter Biden 在FBI裡面有個線人 名字叫做One Eyes 獨眼龍 好帥的名字 這個人呢 是專門跟華信能源打交道的 在調查Dr Patrick Hope 這個何志平跟主席 Yi Jian Ming 葉簡明的時候呢 Loft在華盛頓DC的情報部門部 人脈很廣 他在那裡運營一個智囊 叫做 The Institute for the Analysis of Global Security 國際安全分析部門嗎 跟前CIA的局長 James Woosley 以及前國安部的顧問 Robert McFarlane一起 Loft在2017年的時候呢 發現Hunter Biden 跟Joe Biden的弟弟 Jim Biden 正在收這個華信能源的錢 因為當時 Loft也在跟一個中國的非營利組織的智囊合作 2017年當何志平在紐約因為賄賂而被逮捕的時候呢 他第一個打電話給的人 就是Hunter Biden 因為他付了Hunter Biden 超過100萬美金來當他的 Legal Retainer 法律顧問 OK 所以說現在 Hunter Biden不只是哪個公司的CEO還是什麼 他現在還是美國的一個律師的樣子 OK 但是在他審問的過程當中 他卻被檢察官制止 提到任何關於拜登家族的事情 何志平 付了Hunter Biden 100萬的美金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他不可以在陪審團面前 說到拜登這個名字或是整個家族 所以這一切的罪行開始連起來了對不對 之前那些什麼James Comer提到的 而且就是釋出的一些銀行紀錄跟資訊 還有商業紀錄 慢慢的開始合理了對不對 大量的金錢到了Hunter Biden 跟他合作的這個商業夥伴的這個口袋裡面 還有一堆什麼那個拜登家族開的那些人頭公司 這個就是在大量的洗錢 然後洗進拜登家族的口袋裡的方式 而且現在出來的證人不是什麼相關人士而已 而是 直接在拜登圈子裡面打轉的人 出來當吹哨者 而且不是跟烏克蘭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是直接跟中國那個地方的華信能源這個人 直接出來連結 然後這邊指出來說 沒錯 就是這個樣子的 拜登在買通FBI 所以這些共產黨在美國的運作的人 如果說他們被查到的話 他們會提前被告知 而且拜登會讓中共的官員 在美國的法院內有一條出路 這個是他們表面上的合作方式 但是實際上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在把美國的聯邦政府 直接賣給中國共產黨 什麼叫做賣國 這個就是在賣國 拜登家族在這裡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幫助中共的這個中國共產黨這些官員 在美國可以橫行霸道 然後不會有任何的法律管束 約束 而且FBI跟其他部門 行政部門都已經被買通了 第二個就是 他們在把美國的政策賣給其他的國家 例如像說烏克蘭 例如使用美國的政府的力量 來逼著外國的政府 一定要跟拜登家族低頭一起做壞事 這個是拜登在訪談上面自己說的 他說的是因為一通電話 烏克蘭就開除了他們的檢察官 簡單的說就是 烏克蘭的政府 並不是屬於烏克蘭人民的 而是屬於拜登家族的 然後他可以把他的兒子放到他們那邊的能源公司 Burisma的董事會 用你的納稅錢來補助烏克蘭的能源公司 然後烏克蘭政府在用 盈利的方式把這些錢送回拜登家族的口袋裡 就是這個樣子 你的納稅金就變成拜登 Hunter Biden的領用錢 他用來吸骨科簡 還有找忌體的領用錢的 簡單的說就是 拜登就是在把美國的政策賣給國外 來把你每個月繳的這些納稅金 洗到他們的口袋裡 然後把FBI跟DOJ 美國的司法部全部買通 來保護這些外國的犯罪 外國的罪犯 這個人的出現是 有史以來最大的醜聞 而且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證人 照道理講說 美國是不會起訴污點證人 我們反而是要保護污點證人的 結果拜登的DOJ 卻把他起訴了 反而是要去更打壓一個所謂的污點證人 只因為現在在上掌權的人就是迫害這個人的人 而且是跟他之前有合作的 但是我們的媒體不會報導這些 我們媒體只會報導什麼 2016 Donald Trump的兒子 跟俄羅斯的官員吃過一次飯 所以就證明了川普是俄羅斯間諜 結果什麼都沒找到 就只是吃頓飯而已 為什麼他們不辦拜登家族呢? 為什麼拜登家族犯罪媒體還可以不斷的幫腔 不斷的遮蓋? 原因就是因為社會壓力不夠 這些東西知道的人太少 而且知道的人什麼都不敢做 而且什麼都也不想要去做任何東西 我們會怕分享AI內容 會冒犯到其他的人 教會會覺得說和和氣氣才是基督徒 認為說事實、真理會冒犯到其他的教友 認為說教會不要講政治 就算貪污成這個樣子 也都不要理 我們不要理就好了 那今天這兩個新聞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看到左派在做顛覆事實、顛覆真理 在推翻美的定義跟良善的定義 同時我們看到我們現任的總統的家族 貪污、腐敗 而且跟歐洲的共產黨合作 跟中共的這個中國的共產黨合作 我們的社會 特別是年輕人 好像對於這個共產這個樣子的制度 是充滿好感的、充滿嚮往的 問題就是為什麼? 我來告訴大家為什麼 就是因為共產黨要做的事情 共產主義跟目標 很多人會認為說他們是為了公平、平等 為了讓大家不再嫉妒 其實這只是一小部分 共產主義的目標很明確 而且聽起來很偉大 就是要創造出完美的人 完美的社會運作系統 每個人都不為了自己而活 每個人都為了社會大眾而工作 努力、生存 一個沒有自我的超我社會制度 沒有任何的慾望 沒有任何所謂的個人成功跟目標 一切都是為了社會整體強盛 而創造出來一個完美無陀邦 但是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人永遠都會有人性 人永遠都會有私慾 人永遠都會有想要為自己做什麼事情 在共產主義裡面也是一樣的 他們心中完美的人 就是把所有的人都變得跟機器一樣 可以隨心所欲的讓他們來使用 來滿足他們的慾望 他們的私慾 如果人跟機器一樣壞掉的話 他們可以隨時把他們關掉 或是整個丟掉 而阻止這些人這麼做的 就是聖經 就是神給我們的權利 簡單說就是 他們想要推翻的就是神 這個樣子他們就可以變成我們的神 他們可以讓我們在信譽上面得到放蕩 在行為上面放蕩 對自己的身體上可以放蕩 我們不用努力工作 上班不用守時 不用婚姻 不用家庭 他們要說的就是 不要有律法 這些都是宗教的迷信 相信我 相信科學 男的不一定是男的 女的不一定是女的 這一切的定義都只是 神在壓迫你的模式 詩篇十四章一到四節 上面說 魚丸的人心裡說 沒有神 他們都是腐敗的 行了可證的是 沒有一個行善的 耶和華從天上看察世人 要看看有明慧的沒有 有尋求神的沒有 人人都偏離了正道 一同變成了無悔 沒有行善的 連一個都沒有 所有作惡的 都是無知的嗎 他們吞吃著我的子民 好像吃飯一樣 並不求靠耶和華 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常常看到一段 就是說 以色列背叛了神 他們去信奉其他的神 然後就覺得說 神怎麼這麼小氣 可以拜一拜又怎樣 但是我們常忽略後面的 通常都是 他們不遵守神的律法 不守神的道 自己斷定善惡 扭曲了神的公義 信奉其他神 帶來最嚴重的後果 就是把人當成神 把自己當成神 為自己雕刻偶像 所以今天請幫我們的社會禱告 幫我們的年輕人禱告 幫我們的教會禱告 讓我們把神的公義傳達出去 讓我們把聖經的正義傳達出去 有太多的人害怕冒犯人 但是當人做錯 做了違反聖經真理的時候 違反事實的時候 我們作為基督徒 只有義務要把事實告訴他們 他們做錯事情的時候 就要把他們應得的給他們 無緣無故的原諒 沒有底線的包容 並不是愛 而是扭曲了神的律法 破壞了神的公義 甚至是把別人當成神 背叛了神 信奉其他神 把醜陋當成是美好的 把頹廢當成是健康的 把愚昧當成是智慧 把胖子 把一個肥胖的人 當成是一個健康的自由人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 AI News MING PAO TORONTO